滚烫全力以赴中国首个女拳王长远创造了历史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8月8号 中国拳手长远在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 54公斤级决赛中战胜了土耳其拳手阿克巴什斩获金牌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第29金 也是中国女子拳击的奥运首金 从东京奥运会的遗憾到如今巴黎奥运会的圆梦 看到中国国旗高高升起的那一瞬间 长远眼含热泪 他说为了今天最后这几分钟 我用了15年的时间 而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设立女子拳击项目以后 这一刻中国队已经等待了12年 在他为国争光时候 他的家人也聚在电视机前通宵看他的比赛 看到长远夺冠以后父母相拥而弃 那不仅是对女儿成功的喜悦 更是对女儿满满的心疼 你想想那可是拳拳到肉的净身搏击 我一个观众看的都是揪心不已 更何况是父母接受采访的时候 长远笑容甜美声音温柔 和场上也是反差感满满 网友们也是纷纷称赞 用最甜的脸打最狠的拳 妥妥的奥运冠军拳击仙女 又美又能打的中国女人 长远用双拳为中国女子拳击刷新历史 还有三位中国拳手也进入了女子拳击决赛 金色的梦想仍将继续 让我们继续为女孩们加油